他那個模組再插入一個什麼程序 程序一個sub 叫工作表整合好了 ok 然後呢裡面 我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 我優標先確定先放在第一季的A2儲存格上面 為什麼?因為等一下貼上的時候 你才不會貼錯位置 如果你沒有加這兩行的話 可能你會變成說貼上 奇怪怎麼跑到別的地方去了 ok 然後我們逐步來跑給各位看一下 我按F8然後呢第一季優標先確定 在第一季 因為也許你在別的工作表你就切到第一季了 再來的話優標放A2 優標這個時候就在A2上面 然後再來就是 for I等於1到虛擬抗 虛擬抗就是得到我現在有幾個工作表 也許你現在有101個的話有沒有 那你就會出現是101 減1的話就100 也許你100然後合併到101的話 那減1剛好就合併到最後最後面一個 最後面那一個不會把它合併進去 ok 然後第一個選取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時候有沒有 這個時候會切到這個1月 因為這邊的話是1嘛 i的詞是從1到4 減1就是1到3 那會先第一個 把優標放A2在Ctrl-Shift向右向下 那Ctrl-Shift向右向下之外 還有一個叫Ctrl-Shift加END Ctrl-Shift向右向下等同是Ctrl-Shift加END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這個功能鍵 Ctrl-Shift加END 但是有時候Ctrl-Shift加END 有可能會發生錯誤 因為它會偵測不到最右下角 所以你這個地方可以錄製的時候 我建議用Ctrl-Shift向右向下 會比較保險 但是錄下來會多一行 就兩行 其實也沒差 ok 這個範圍複製 然後再切到第一器 再把它貼上 有沒有 然後再優標移到最下面去 這個也是錄下來的 這個也是錄下來的 或者你可以 那再來有沒有 這一行 我覺得還蠻值得學的 為什麼 以後呢 你要在那個四川表裡面去移動位置的話 就用Obset非常好用 前面加一個ActiveSale ActiveSale 應該可以理解 Active是現在優標放在哪一個Sale 哪一個儲存格 點Obset是一個動作 後面呢 如果你要移動列的話 就是 以1就是一列 後面0就是0藍 所以你要向右移動的話 那你可以給數字 看你要怎麼移動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意思 後面加一個點Slate 它就去什麼 移動了 有沒有看到 如果你要中間再空一列 這個怎麼 變成2的話 有沒有 它就移動兩列 中間就會空一個空白列 不過資料如果空一列